那是他沙煲兄弟 林瑞麟說你又想表示忠誠 反正你又想繼續撈下去,不如你來了 對了,你來了 幫CY做了這個dirty job 亦是打擊官商勾結和地產把決 來賺取民望 那就是,我覺得從長時間來說 我這個解釋是最合理的 是不是真相,我不知道 因為你是不可解的 不可解 我們先去廣告 我不是經常看電影的人 不過看完這套《楊光姐妹圖》之後 想起很多關於自己讀書時候的事 我很慶幸我到現在還有中學同學 或者小學同學在聯繫 但是更叫我醒一醒的 就是原來我以前只是想著 自己將來將來相繼一生之後會發生什麼事 那現在是醒了之後 我知道自己將來還要做什麼 誠意邀請大家一齊來看電影 《楊光姐妹圖》 欸,過來幫我看看哪個課程適合我 今次又想學什麼 射箭 射箭 射箭?你能不能行的 早日曬雨淋,不怕辛苦嗎? 不怕 美化射箭教室 現在在荔枝角港鐵站 上面開了一間室內射箭場 不受天氣影響,幾時都玩得 還有註冊的合資格教練駐場教導 最合十歲或以臣的初學人士去玩 完成還有證書 可以點報名嗎? 打2515-1161 掛上山普w.bermond.com.hk 就可以了 雙飛直入,自駕奔馳 與其等死,不如用笑眾生機 香港人網母親節呈獻 媽媽正愛你 5月12號,灣仔伊利沙白體育館 蕭若元,黃毓民,率領一眾香港人網主持 龍連搞笑 門票分230、170及130 4月14日起,於城市電腦售票網公開發售 查詢,28927816 特別名借,靚波王及美化射箭教室 知識是改變命運的力量 國際式家文化中心送陣給山區學校的兒童百科傳書 結集三千多名學者 花上七年時間編制而成 若果你都想參與今次活動 中心可以代辦並送到秀慧學校 每套兒童百科傳書連運費港幣180元 本中心主席郭兆明先生還會回陣內陷 十四套精彩印度電影光碟一輯給參與者 請將存款收條連同姓名及聯絡資料 全增2338-0633 或電郵至aardf.lavigator.com 想了解郭兆明先生多年來改革農村的工作 可瀏覽 www.h-a-p-p-y-h-a-r-i.com 星期一 三 五 蕭山助陣 陪你遊走古今時事到盡文史哲理 風也少少 現在開始 孔子 三分鐘 這個也是孔子很出名的說話 學不厭 悔人不倦 這個就是很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 一個人的知識 其實那個人有多厲害 是他能不能持續地去學習 十七八歲 譬如有一個人是150度 IQ 你是100度 這樣那個人是絕頂聰明 他只有30%高 但是那個學習的態度就很重要 有些人 到了二十多歲就不學習 就開始倒退 明白嗎 我認識很多人都是這樣 孔子 你說過很多次 你認識很多人 學到二十多歲 就不會有新的事 拒絕學新的事 然後開始倒退 而那個人 一個是150 一個是100 不是這樣的問題 而那個人不停學到 六十歲 七十歲還在學習 你還是二十歲的時候的學問 當然是差很遠 而為什麼 你學習會繼續學下去呢 是不是 就是因為你不厭 所以就是 你不厭倦學習 你很快厭倦學習 你就停止了學習 這是很重要的 這件事 悔仁 不拳 也是很重要的 教人 教人 你知不知道 最容易發生的問題 是什麼呢 就是 懶惰 覺得別人不明白 很蠢 你知道嗎 你經常覺得這樣 這個 你經常要克服自己的事情 是不是 教人 是不是很容易很問 放棄了 想不教 其實不是 有些人 你再浸下去 他終於有人會有成就 因為他那個智慧發揮期 是不同的 但是要學而不厭 也不容易 有很多人 對學問 其實沒什麼興趣 老實說 他拿了一個Degree 然後就是為了找工 找完工就夠了 現在是更加有必要 因為這些知識 不斷有合規 對 所以這兩件事都很重要 如果你要學東西 就要不厭 要悔仁 你就要不倦 你明白嗎 這個是非常之重要 剛才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我是怎樣 把表面所有證據 解釋成一套東西出來 他本身是不合矛盾的 這個未必是事實 但就所知 這個解釋 是最接近事實 最接近可以解釋到所有事情 最合理的推論 其實要作一個推論 就是 你發現是否有些 pieces 是不可以配上去的 以及你是不是已經用得最多 pieces 這就是邏輯推論的基礎 因為如果你用得越多 pieces 而它繼續沒有矛盾 那它近真相的機會 就會大很多 因為你錯過了很多點 都用不了 這個積梭 這當然是有問題的 有些積梭 合起來是不正確的 但這個是沒有否定到突然出現的積梭 是可以推翻整個東西 對不對 這個是一個思維方法 就是非常重要的東西 就是意圖把所有 vital factor 都知道 然後把它組成一套 theory 去解釋 沒錯 而且再加上 你自己仍然是了解到 如果有一個新的資訊進來 是可以因為這樣 而推翻整件事 這些洞 你都要清楚知道 然後很快 當有新的資訊進來 你就立即可以作新的推論 如果現在有重大的矛盾 這個 theory 就不成立 一定不成立 就是致命的矛盾 立即否定了你這個 theory 這個理論 你知不知道 理論 還有一套理論出來 是一個幫助你思考的方法 其實你首先要明白 聽蕭先生這樣說 好像科研的做法都是這樣 就是將 theory 組成一起 也不可以互相矛盾 是的 那就是這個 就是說 大家看到 第一 就是希望大家多訂多點票 不過第一個 batch 那些媽媽星愛你 是不是很可愛呢 就是我的樣子 你的樣子是很可愛的 很正的 很可愛 我大肚子是不是很可愛 我希望大家帶媽媽來 我可能帶媽媽來 因為第二天是母親節 還有呢 我們這些特別的網友 那些VIP 你就可以寫一些句語 或者有些相片 是寄給你媽媽的 那我們就抽一百個出來 你可以指定誰幫你 當日擺上一個 projector 向你媽媽寄意 就是這樣 在等全場都看到的 好 所以如果大家想向媽媽寄意 想看我們表演的話 那就快點去買票 那應該很快就爆了 那就是第二件事 再說兩件事 再回去說 那就是 第一就是那個 浩浩雙雙 那個節目 就開了 大家很想要台長回來 那有台長 阿車尼子 還有 李偉才 是 李偉才 就是這樣 就在星期四晚那裏出街 逢星期四晚幾點 逢星期四晚 那個節目那裏 大家留意香港人網 因為我們錄了第一集 一百個每個十五秒 這樣 就不是很長 不停 有些片段就會出 中途協就會出 我們選了一百個人幫你讀 那你帶媽媽來 就是這樣 那就是這個 第二件事 就是這個 嗯 我們星期五 現在呢 我首先要說 就是我收到一百封信 要求做appendix 在14號我就開始會見 那其中呢 就是 會見一半左右 但很感謝寫信來 是 即是截了截了 我們會覆信給你的 會的 其他人都可以繼續跟我contact 因為暫時 OK 暫時已經截了 那有14號開始 就會去 我盡量interview 例如一半左右 那如果有幾順利的朋友 就可以預備收我們的通知 是的 我們會有人打電話給你的 嗯 那就是 另一件事呢 我們現在就是想 將星期五晚變成直播 嗯 就是 聽了一些網友的意見 就是 那一個半小時的 做一個半小時的 風雅少少 就是直播的 在我們的會議室上 是 我們早上就開VIP member會 就是早點 然後那些人可以聽直播 嗯 然後我做了一個半小時 到談博做了一個半小時 就是一個半小時 那就是現場了 那就是interactive 明白 大家在賣一間房 都好 可以參與的 好嗎 好 好 那就是肥龍呢 就吃得和米多了 那這個和米呢 是錯的 這個典故 香港沒有別人講過的 只有我講過 幾年次 吃得和米多 知道這個典故是什麼嗎 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那時候只有我寫過 那個真正的典故是怎樣 所有人都認為吃得和米多 認為那些害蟲或者鳥仔 吃很多和米 這個是錯的 這個不是和米 是吃得和米多 廣東話來說 是吃得和米多 黃色的黃 黃色的黃 收了來百米 就代表白銀 那你吃了那麼多黃米 你知道嗎 這個典故是這樣的 所以吃得和米多 黃色的黃 這個典故其實一直都在廣東流傳出來 大部分人都不知道為什麼這樣說 吃得和米多 這個典故是絕對準確的 這個典故 所以和肥龍都挺貼切 蕭先生 還有希望大家去支持 現在二千多人 再說一說 那個不承認 這個不合作運動 在Facebook上 有一個不承認 梁振奕 是我們特首的page 希望大家繼續 like 如果like了 就希望把那個page share出去 希望多些人繼續like 我們這個不合作運動 就是要用這一種方法 你可能覺得好像很 acute 但不是的 其實 你如果有決心 他有一套行為所則 在裡面 其實是會 一路可以宣揚開去 可以做得很大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覺得 一開始 好像很細小 就沒有這樣的動力去做下去 一路堅持做下去 反而突然間 原來有十萬人 不承認梁振英特首的話 他都很頭癢 其實 我們試圖這樣做 第二就是這個 講梁振英的走數行為 他現在落區辦親民 我覺得其他報紙是披得太低了 你講一講 梁振英 作出歷史上 從政人士 最快最龐大的走數運動 你讀給大家聽聽 梁振英 這是《太陽報》的報導 就是《溫哥華太陽報》 是《溫哥華太陽報》 其實是《Recruversion》的中文版 香港樓市不存在過熱現象 不會人為打壓房價 梁振英今天指出 他將通過提供購房補貼等 方式縮小房地產市場的差距 由於境外投資者的購房行為 18個月前 香港樓市的確存在過熱現象 但現在已經不是這樣了 根據中原地產提供的數據 由2009年開始到2011年6月 香港的住宅樓價是升了70%以上 但即使是這樣 現在已經不存在過熱現象了 不存在過熱現象 現在的價錢 就是他說不會打壓樓宇 對啦 不會打壓房價的 如果那些一直都希望梁振英上來 那他說 希望沒有樓買的 對不起 你註定失望了 梁振英已經決定了 是走數了 是未上任已經走數了 選了幾天就全部走數了 還有 不但只是這樣 還有 因為你們的收入是追不到樓價的 他怎樣肅殺它 是政府提供貸款 那就是令樓價更加肆軟 還有像大學的Granong 要簽給人做首期 你不去 你不去 你不去給支持梁振英的人看看 哪裏對得他們住 這個是最沒有 我見過歷史上 走數走得最快的人 一個星期不夠 完全反過了最重要的 捧你上台的措施 是完全走了 有網友說是治安心的摸頂計劃 看你夠不夠膽摸 梁振英就是這樣 但我覺得這一套 很快的人就會厭倦 是 我也覺得是 因為你現在開始看到 其實他沒有什麼招 也不是真的有很重大的治港理念 你最近見人喜歡什麼 他就見人講人話 見人講鬼話 所以他還未上台 我估計他的文網是繼續在鄉下跌的 大家一定放在網上 大家一定多放一些 看看梁振英究竟說什麼 還有梁振英 他最不好的東西是什麼呢 他是一個habitual liar 這個是真的嚴重 沒錯 放在他面前 他是完全不認的 可以是認的 大家信不信他不知道 就知道中聯辦幫他拉票 是啊 即是他真的講到不眨眼 而且是天天講過 而且是不停地講過 什麼事實都可以講過 有時候這個講這種話 即使跟之前完全反轉 都可以講得出來 所以他永遠不給你一個明確的答案 永遠都是講一大堆廢話 即是舉個例子非常之好 他那天明不明白 我就跟大家講的政改問題 我明明講的政改問題 他說 如果多人選舉 門檻低的話 那個贏的那個 就得票率低 那就沒有認受性 我們要考慮這個問題 其實暗示 就是要篩選很多人出去 即是暗示的門檻會高 只是他自己有才可以玩 首先 這個邏輯上完全不成立 第一 如果有一個人很厲害的話 就一個對萬七個 對那個人都拿了票 是啊 即是美國選總統也是這樣 不是多人可以分到一個人的票 這個不是一個簡單的數學問題 這是首先第一點 第二點 經過兩重投票 怎麼會不超過50% 對不對 全世界都是這樣 西城兩個 那不是你就是他 那當然有個贏 這是一個簡單的數學問題 是啊 是不是啊 他繼續推下去 年頭白票可能已經變成刑事罪行 他確保自己是高票當選 第三點 你說了人民網站的事情 好笑 人民網站 昨天就把 他已經提早把 布泰卸任了 說了他 梁振英已經是特首 還說他是同志 不過到昨晚10點 前面介紹的資歷 就是董建華的資歷 曾蔭權之歷 梁振英同志 我沒有證明你是共產黨 現在人民網站就證明你是共產黨 真是證明了 沒辦法 自己抱在口 這真是 因為你不會突然叫他同志 現在的共產黨 一定是共產黨員才可以叫同志 其實是 叫不叫同志 就是生死關頭 是啊 譬如現在薄熙來的案 薄熙來還是同志 他可能就不用死 王立軍 王立軍已經不是同志 現在就死叫得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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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但現在梁振英這樣 郭士兄弟又被人這樣抓了 那 李家成又怎樣了 是啊 我們真的要看一下李家成說的那段 真是有意思 李家成那段 一个政府不是以个人来计,如果是香港的,不是以个人来计一个政府,是整个特区政府。 香港的,我们有一个核心的价值,那价值是什么呢?自由,佛治,盟主就基本佛已经有了所有的事情表,怎样实行,直至我第一句话,绝对不悔,很少不坚定说话,绝对不悔。 我一句话,我去香港,我自己觉得,绝对不会辞职,你罵我又在,不罵我又在,共识。 不要批评别人,公公尼署,我只是感觉某件事,我的坚持是怎样,是对香港好的,对国家好的,我就会讲,会做。 大家留意几件事,真好笑,第一,他是故意,完全不提梁振英的名字。 政府不是个人的,但他回避了提名字,其实回避了提名字,答下去很容易有讲梁振英的名字,他是完全不提梁振英的名字。 第二,我现在香港的大件事,忽然因高举核心价值。 他发现,太大件事了,就是这个,法治啊,人权啊,自由啊,这些东西。 民主呢,就未来,但还差民主,但终于政府答案。 他说明,我不怕你,因为政府是整体的。 第二,香港是有法律和有基本法的,他已经是讲到这样的了。 如果你不守法律和基本法,就是会跟你死过,其实就是这样的。 其实已经是变成了。 另外,他暗示就是这样的,他在大陆的投资,必要时,就是,你不要拿来恐吓我。 嗯,有这样说吗? 他说我只是投资在民主国家,因为那里的法律是有保障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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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句真是神啊,少生。 是不是神啊,这句话真是。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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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即是你很难想像到这句话,是超人口中说出来的。 是啊。 而现在在这个这么危急的关头, 他终于是压下去了。 哈哈哈哈。 即是他呢? 即是他呢? 其实呢,大陆不是没有钱。 不过很多是有民银行借的, 他就转来转去。 即是赚了些钱,就转回去。 即是这样。 大钱是在国外的。 他的大部分钱是在国外的。 是啊。 Husky Oil, 在巴南亚的... 他全世界的货贵马头。 Single-handedly,占8%。 在欧洲是有几千个超级市场。 是,没错。 所以他说,国内那些呢, 你没有法律保障嘛。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我是没有把命放在国内。 这个就是他和郑家淳的不同。 嗯。 郑家淳在国内呢, 郑家淳在国内呢, 郑家圈了很多地。 是的。 而且周大福在国内。 是的,实在没办法。 哈哈哈哈。 是他的命根来的,周大福。 是。 就是,赚最多钱,最多钱, 市值高于新世界。 是啊。 但是如果李嘉诚说到这样, 那蕭先生,那是怎样呢? 他们会站起来, fight for 这些东西。 嗯。 那其实呢, 我就是在新, 就是到这个, 书展的时候, 我就会出新一个addition的, 香港的命根, 就是会有两张摆下去的。 其实就是解释这件事情, 一个就是, 香港的希望, 就是说, 要商界联合右翼, 去组织一个政党, 一个暴民主的政党。 一个就是, 狼来了的故事, 就是这样, 香港的恶魔。 就是, 为什麽香港会发展到这些一量身, 已经做了特首呢? 就是整个解释, 就是这样, 整个解释出来, 就是这样。 而他们呢, 就是发现, 去到这一刻呢, 就是, 如果这些东西没有保障的话, 他们的钱, 就好像在国内的资产那样, 因为他受过很多气了, 就是本来说, 给他建东方港场多少, 突然之一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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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或者某些地, 突然间政策改变了, 是很谷气, 在国内做生意, 任何人在国内做生意, 都发现, 是很游戏的, 就是这样。 而且不知道他自己呢, 甚至他其他的大地产商, 都试过很多, 碰过很多板, 碰过很多壁, 所以其实他都不是这么狡猾的, 想去做。 是啊, 很不开心的, 所以说, 如果必要自剧, 我在香港拍, 就是说, 这个, 天生爱情狂, 或者这个, 东方的森林, 都会开心很多的, 你一回去, 他就阻挤右挤你了, 你一定不知道怎样的, 是大所所恋的, 但是, 硬是做不到你自己想做的那些事, 哈哈哈, 而且还有, 他的红颜知己, 原来走了去投票, 投票, 是啊, 哈哈哈, 你认得周凯旋有投票, 那天的投票, 323, 哈哈哈, 那肯定是挺有趣的, 但是萧先生, 不是哦, 现在这两天, 传出来就是说, 西环已经要摆和头走了, 叫唐营、梁营的人, 大家要共同团结, 去对抗反对派, 摆不摆得成, 摆得成, 很多人根本不会去, 但是, 現在的问题不是这样, 这个不是因为大家的候选人, 輸贏的问题, 而是哪一个集团, 究竟是统领香港, 以及他的利益是怎样分配的, 中大人, 哪个做妆, 哪个做限制? 这是生死关头来的, 其实是没得让的, 就算你说郑家纯现在表面低了头而已, 其实暗中就是这样, 哈哈哈, 因为呢, 他们在香港的钱, 他觉得真的是他们的钱来的, 在大陆这些, 至少要减一半, 哈哈哈, 多的是一个妆益问题, 现在的新庄家, 是个老千来的, 只可以服人之后, 不略行服人之心, 另外你就讲讲那个, 关于地产霸权的问题, 其实我还想讲一下, 地产霸权的问题, 因为写这个人的书, 原来是梁振英的老友来的, 哦, 原来是帮葛德征打工的, 分分钟他有份, 去搜索黑材料都不谈, 哈哈哈, 那么紧要? 是的, 原来这个地产霸权, 或者梁振英这个campaign, 那个主族, 原来是几个月之前, 其实几个月之前, 我和皇上做这个皇上有怀疑, 有时做完吃饭, 他都跟我讲这些东西, 嗯, 就是说那个作者, 其实是梁振英的, 其实是梁振英的, 这个东西, 更加用来做他们的民粹攻击, 这个唐形的工具, 或者现有的建制的工具, 就是这样的, 明白, 嗯, 嗯, 即今次的分析是一流, 即是皇上的分析是非常一流, 即是他说, 我们对付地产霸权, 不是捉一两个大地产商来制期, 是要在制度上去改变, 其实我预备第一次直播, 找刘梦洪来玩, 即是我直接和他再讲梁振英的问题, 即是无论何俊仁也好, 即是梁振英也好, 你要讲地产霸权问题, 你首先要界定了什么叫地产霸权, 为何它是霸权, 他是靠自然做生意, 赢回来的, 还是游戏里面有unfair的因素, 如果有unfair的因素, unfair的因素何在呢, 你不讲这件事而讲地产霸权, 就纯粹是因为人家做得好, 只不过是, 而你这件事不掌握到, 你怎样掌握到, 怎样去解除香港的地产霸权呢, 是不是, 你不知道这个问题何在, 怎样去解答这个问题呢, 即是你不会解答到这个问题, 所以梁振英说, 这个解除, 即是令到那些人, 那些租太贵, 那些地价太贵, 或者贫富完全太厉害, 他是没有一个解释在后面, 即是他后面为什么会做成这样, 而你的解答是怎样, 你首先要对现状作出了解释, 是不是, 是没有解释的, 他们全部都没有解释的, 地产霸权的形成究竟是怎样解释, 譬如说, 地产霸权这本书, 他主要说, 因为香港靠高地价政策, 来维持这个税收, 这个是, 到本为因, 你明白吗, 其实呢, 撞出来的机会是大于一切的, 即是他们那套制度, 现在呢, 我都说, 我去搞那一堆地转, 你就会知道是怎样的, 那一堆bureaucracy, 是做到这样的, 这一堆bureaucracy, 自从梁展民自己知道更加厉害, 却情权都没有了, 所以你第一件事看到, CY意图增加土地供应, 是会完全失败的, 哈哈哈哈哈哈, 因为就会在这个bureaucracy里面死了的, 是的, bureaucracy还玩死你, 而拿着这个游戏规则的人, 还是一些大地产商,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举个例子, 你以为拿土地的欧地表, 那些出来, 拆细它行不行呢, 不行的, 你又要重新做个time plan, 是啊, 哈哈哈, 因为你建一些新路, 或者隔两个地盘, 中间又有一条行, 那就有点不同, 于是你由头做几次consultation, 看看有没有人反对, 即是每个department都要高呼一次, 他们的regulation, 就是电话簿那么厚, 只有他们认识而已, 这个其实我在读书会, 我有说, 这些是瑞利, 这个清朝, 本朝, 治天下者, 其实是瑞利, 因为只有他们认识而已, 哈哈哈哈哈哈, 你没办法教他们输, 第二就是, 第二就是, 所谓今次, 高调拉国事兄弟, 或者是许试仁, 其实跟他身为地产商, 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其实, 只不过他是有利益输送在里面, 即是你不是真正正的所谓, 不是针对地产商, 不是针对地产商的关键在哪里, 即是以前, 大家看到明清就说, 官清如水, 有什么用呢, 奈何利滑如油,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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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那些利, 令你整件事没办法推进, 没办法推进的, 梁振英坐下去, 他就会发现, 他完全推动不了这个机器, 即是没有一部分是受力的, 平常推来推去都是在那里绝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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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但其实, 又老实说, 你刚才踢爆他, 他连有没有这些决心去做这些事情, 去拉到地产霸权, 都很值得怀疑啦, 是的, 就是, 为什么这些人不过呢, 第一, 就是他闲着车的大口, 第二, 他是一个完全没有道德底线的人, 你看他是什么都讲得出的, 其實是,什麼都做得出來,這些人是最恐怖的,毫無道德底線 他一點原則都沒有,你說有原則是要獨裁,反而你還可以掌握他 他其實是一點原則都沒有,你完全猜都猜不到,所以他也是一個CY 但是他的危害性,我已經講得很清楚了,我就看看他怎樣撞板 他遇到的阻力比董建華更大 大很多,因為他一上台已經有很多人堅決反對他 黎智英說一定要跟他拼到底,大家一起跟他拼到底 林暨那篇文章是太差了,那些陰謀 他是有心隱瞞自己的角色,有心隱瞞他擁護的人的角色 而且也是很低質 我是一篇解釋的,有一萬多字的,關於他上台的解釋 好,時間到了,拜拜 我是Swing,香港人網,敢講,自浩聽 曾經因為一些人,一些事的出現 你每一日都是陽光燦爛的日子 在何時開始,這些人同事會由生活淡出 如果有日可以重遇,陽光是否一樣明媚呢 Dreams are my reality 如果你都有已經失去聯絡,但又很想見面的人 歡迎你將你的個案資料電郵到sunny at hkreporter.com 或者打來熱線2892 7814港低 我們就會透過網台和網絡的力量 嘗試幫你找回失散多年的老朋友或者舊情人 要全球經濟真正走上復興之路 我們必須立大宏願,下大決心地去除三害 為全球經濟去美國化,去金融化,以及去碳化 不敢面對這三害,而大談經濟復甦 就等於不敢指出,皇帝其實是沒有穿衣的 完全是一種自欺欺人之舉 世界潮流,浩浩雙雙,信之者窗,逆之者窗